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林倩美食日记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西餐百搭的番茄肉酱吧 先在后看走好运哦 先将洋葱切成小丁 然后再将芹菜也切碎 还有胡萝卜同样的切碎 颜色是不是很丰富 接着开中火 热锅倒入适量的油 将刚才切好的配料都放入锅中 稍微翻炒一下 然后放入肉馅 将肉馅炒至微微变色 半熟的状态 然后倒入番茄酱 加入一杯清水 放入少量的胡椒粉 适量的盐 搅拌一下 将锅盖拌盖在锅上 时不时的翻动一下 半小时后 半小时后放小火 慢慢煮一小时左右 像这样水分完全蒸发掉 只剩下了油 我们的万能番茄肉酱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哦 听说点赞留言转发的人都好运连连 谢谢收看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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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